三有任何的其他的過敏病史嗎 所以對什麼藥物會過敏 藥物是不會過敏 對鮑魚過敏 對鮑魚過敏 真的很強 低過敏 鮑魚 中風好了 攝護腺癌康復 75歲余天健檢驗出 7公分肝囊腫 沒關係啊 三粒跟我們邀請 兩粒就認識了 來三粒 不愧是余家人啊 連在醫院聊天都這麼綜藝 余天8月11號 在兒子余祥全 大富翩翩的媳婦柔柔 陪伴下去全身健檢 這個觸診主要是 看你的頭頸 不能用異常的淋巴腿找到 曾患攝護腺癌 二期立抗病魔痊癒 去年還輕度中風 這邊有動手術 這邊篩的剩下30% 剩下整個通的百分之百通 他為了即將問世的精孫 更珍惜健康 大概一年或兩年 我就會做一次體驗 做了一項肝的檢查 今天這樣也不貴 3萬塊 幫我擋個折 哎呦 還好多檢查了肝腦 余天照超音波照出 有7公分的肝腦腫 因為良性腫瘤可先觀察 院方建議兩週後回診追蹤檢查 除了藝人 余天還有分身是立委和地方裝腳 這一把年紀了 明年還要選嗎 我是反正到了 民進黨反正是到了選舉 我都要跑的 到處都要跑的 其實我三重我選還是會選上 但是因為考慮到 也有有先年紀的人 跑得也很辛苦 那我如果能夠在做一屆的不分區 那應該也是還OK的 也不是爭取啦 就有跟賴清德主席有提過 他又問我說他有沒有派系提名 我說有 像往上他們講的這樣子 怎麼我去 我去廣告主席 哪有這樣子的 那個本來就是已經商談 已經有提過的 我才會放掉他 三立娛樂新聞 我跟你講 做不做也無所謂 報導